你好,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做《强矣》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5万字 我将会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解读书中的精髓 嫁入豪门的美丽女子泽田依佐子 为早日得到巨额遗产 用尽手段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泽田信洪 但是螳螂补缠黄雀在后 依佐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底可以不择手段到何种地步呢 人在何种处境下会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牺牲他人的生命呢 人的报复心要何等强烈 以至于亲手把别人逼近绝境呢 作者在书中用人性最恶毒的一面 解答了这些问题 本书的主人公泽田依佐子 嫁给了比自己年长30多岁的富豪泽田信洪 享受物语的他 也追求与年轻男性在一起的肉语 却无意减入了一桩命案之中 不久信洪被确诊为心肌梗死 伊佐子为了尽快得到巨额遗产 不择手段 他给信洪减少营养摄入 并用自己与律师偷情的事实来刺激他 导致信洪并发死亡 伊佐子道德感薄弱 害死了自己的年长的丈夫 并利用与身边男性的关系 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那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 强蚁 这象征着伊佐子仿佛宽广世界里的一只 渺小卑微又顽强的虫蚁之辈 围绕着自己的目标猎物 突破重重阻碍 只为享受猎物的甜蜜 一个乙字 生动的表现出了伊佐子 在这个男权社会 蚂蚁般的处境 一个强字又显示出了 他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的顽强抗争 可最终 他也的确如蚂蚁一般 活在别人的掌控和防御下 伊佐子自以为 他黑暗的计划可以顺利的实施 可以毫不掩饰的利用身边的每个人 成功拿到巨额遗产 但是信红却早有察觉 而有所准备 强以再强 也不过是重以之辈 太容易落入别人的控制 轻松的被毁灭 这本书的作者松本清章 1909年出生 1992年逝世 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 其代表作有 点语信 隔墙游言等 松本清章开创了社会派推理 与柯南道尔 阿加沙克里斯蒂 并称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 松本清章的小说 以情节紧张 高超迭起 结局意外而闻名 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代巨匠的 则是他的小说 对现代社会 入目三分的剖析与批判 他笔下的每一个悬疑故事 都像是在撕开 现代社会层层包裹的和服 让你窥见人性的千姿百态 令人叹为观止 本书从第三视角展开 讲述了女主人公 泽田一左子 嫁入豪门后 时刻被丈夫监视 在丈夫这里满足了物欲之后 还要和其他男人 私混的故事 丈夫被确诊为心肌梗死后 她亏于巨额遗产 开始了毫无良知的杀人计划 对此 我们将根据一左子 卷入命案 结识了左伯律师 信洪住院一左子实施计划 害死信洪 把这本书划分为三个部分 具体来分析书中的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一左子意外出现在命案现场 为自保 答应帮嫌疑人辩护 通过前任情人 颜月结识了左伯律师 第二个重点是 信洪突发新耿住院 想开素材料理店的一左子 需要遗产 邪恶的计划开始萌芽 第三个重点是 一左子为了尽早得到遗产 害死了信洪 但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一左子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好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的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一左子意外出现在命案现场 为了保住自己 答应帮助嫌疑人辩护 通过前任情人颜月 结识了左伯律师 一个早春的傍晚 泽田一左子送丈夫 泽田信洪 去餐馆参加公司的高层聚会 信洪是S光学公司的一名董事 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技术贡献 使公司走向了成功 因此社长川赖先生 答应他终身董事的职务保证 但是因为社长的错误经营 公司财务陷入了困难 银行介入了进来 强硬的社长只能退居二线 担任会长 由金融界推举的会计主管 担任社长 因此公司的高层人员阵容 也可能会有所变动 不过信洪告诉一左子 自己是技术顾问董事 不属于这次调动范围内 到了目的地 一左子看着比自己年长 三十多岁的丈夫 勾搂着身体 缓步走进餐馆后 决定去找情人石井宽二 但是他打了电话 却没有人接听 一左子知道 宽二的同居女友 这个时间在酒吧住畅 于是决定直接去宽二家 和他优惠 他发现宽二家的灯关着 但是却没有关门 猜想他正在楼下和朋友 大村和冰口聊天 于是就直接进去等候 向卧室里张望的时候 他发现黑暗中躺在床上的 是宽二的女友奶离子 于是就打算先离开 但这个时候 碰巧赶上了宽二回来 宽二说 今天他和奶离子吵了一架 他失手把奶离子推倒 结果奶离子的头 刚好磕到了料理台的脚上 出了很多血 去医院缝了三针 回来之后 吃了一些东西就睡了 宽二想看看奶离子的情况 然后和一左子出去兜风 却发现奶离子枕边的床头柜上 放了半杯水 和没了大半瓶的安眠药 怎么叫他都叫不行 一左子告诉了宽二 叫救护车和警察来 尽管宽二最开始不愿意 不想闹得这么大 让邻居都知道 最后还是照做了 一左子在宽二打电话前离开 并再三叮嘱他 不能告诉警察 他来过这 当天晚上回去 信红告诉一左子 他打算写一本自传 一左子猜想是 信红年纪大了 而且有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让信红消遣 也是好的 就允许了信红的想法 几天之后 信红便找来了素济员 公园素子小姐 来家里进行自传素济 而大村河滨口 也因为宽二的事情 来找过一左子 他们说法医诊断结果为 奶离子是头部受到了 猛击脑震荡而死的 医生抢救奶离子 给他洗胃的时候 吐出来了许多白色药片 而在血液里 没有检测出 安眠药的成分 警察因此怀疑 是宽二和奶离子 起冲突之后 杀了奶离子 大村河滨口说 这样的话 就需要一个律师了 还强调 他们和宽二 都没有把发现尸体时 一左子也在那的事情 告诉警察 一左子明白 他们是在威胁自己 帮助宽二 否则就会把他给出卖 而如此一来 他和宽二的关系 就会被信洪知道 可是一左子又担心 如果让他去找律师 那这些人 就会趁机敲诈自己一笔 只好答应他们 自己来找律师 一左子决定 去找颜月方言帮忙 在和信洪结婚之前 一左子一直和颜月 保持着情人关系 直到结婚前不久 还瞒着颜月 自己和信洪的关系 结婚后 一左子也依然和颜月 保持着联系 但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就结束了 颜月的旧父 是保守党某实力派人物 颜月的工作 也是他的旧父帮忙安排的 他在一家水产业界的巨头公司 挂名副社长 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还拿着很高的薪资和福利 一左子知道 颜月交友甚广 也有许多想讨好他旧父的人 愿意主动来帮忙 颜月先生听了 一左子的处境之后 帮他找了一个可靠的律师 左博易男 与此同时 信洪所在的S公司领导层 变动的事情 也一直困扰着一左子 虽然信洪一直告诉一左子 不要担心 但是自从那次聚会之后 信洪一直对这个问题 躲躲闪闪 这让一左子始终放不下心 而信洪这几年明显的衰老 一左子则开始计划 信洪死后的事情 他还和颜月说 最好的情况就是 信洪三年后再死 这样他有三年的时间 可以做准备 不会因为信洪死得太早 一下子不知所措 也不会因为信洪死得太晚 而导致自己也上了年纪 没有办法开始新的生活 他需要信洪 把这座房子留给他 而不是要和信洪的 另外两个女儿 分配房子的所有权 一左子打算用这座房子 开一间素菜料理店 一左子在婚前 就是素菜料理店的老板娘 也是因此认识了信洪 一左子是一个贪婪 道德感薄弱的人 他为了财富 和比自己年长三十多岁的 泽田信洪结婚 却不忠于婚姻 在爱遇上得不到满足 于是和年轻男子偷情 不仅如此 面对朝夕相处的丈夫 他没有爱意 甚至时常对丈夫恶语相向 心里盘算着 丈夫去世后的遗产 并开始计划 丈夫死后 自己要如何生活 好 那以上就是为你分享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 一左子意外出现在命案现场 为自保帮嫌疑人辩护 通过前任情人 颜月结识了左博律师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信洪突发心梗住院 想开素材料理店的 一左子需要遗产 邪恶的计划开始萌芽 这天在颜月的引荐下 左博一南和一左子正式的见面了 左博和一左子简单的介绍了案情的发展 认为法医在尸检时 先入为主的认为 是脑震荡导致的死亡 因此直接丢弃了胃里的残留物 而没有进行检查 这是法医的重大失误 左博认为在被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 他可以以法医的偷懒为切入点进行辩论 有希望将宽二无罪释放 让左博充满斗志的原因是 一个讨好颜月的政治家旧父 另外一个是 如果成功的话 那这个案子可以使他飞黄腾达 晚上一左子和颜月吃饭回来之后 听庸人杀季说 信红面色苍白 身体不舒服 衣服都没有换 穿着和服就去了诊所 和诊所的医生通话之后 一左子感觉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小病 于是马上就去了诊所 信红躺在那休息 医生过来告诉一左子 说信红患有心狭症 一左子继续追问医生 这种病是怎么导致的 会有什么后果 医生却一直含糊其词 离开病房之后 一左子追问医生 是不是有更严重的事情 医生面露难色 最后支支吾吾的说 信红有轻度的心肌梗死 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 比如饮食太过油腻 糖尿病或是精神上受到打击 有很大的压力等 并且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 只是怕一左子担心 所以没有告诉他 医生又安慰他说 只要控制好 那病人再活个十年 也是有可能的 一左子近期经常和颜悦见面 颜悦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建议一左子说服信红住院 也许可以让信红下定决心写遗嘱 左伯一南的哥哥有一间医院 是专门治疗心脏方面的疾病的 可以去他那看看 几天之后 一左子成功的说服了信红 去左伯律师的哥哥开的医院 说是只做一些常规检查观察一下 等病情稳定下来之后就出院 医院规定 家属晚上不能在这过夜 一左子只好每晚去附近 与医院合作的旅馆过夜 住院的那天 左伯也特意的过来 并和医左子谈了案子的情况 医左子向左伯坦白了他和宽儿的关系 并表示需要左伯确保宽儿 不会对警察提到自己 几天后 医左子回旅馆后 发现左伯在大厅等他 说有文件要给他看 医左子怕大厅人多嘴杂 就让左伯跟他一起回房间讨论了 左伯给他看了法医和教授的鉴定资料 表明自己有信心能够辩赢这个案子 医左子看着尖身晦涩的文章 左伯走到了他的身后 双手压上了他的肩头 第二天 S光学的会长川赖先生去看望信红 临走前在医院的走廊里 不小心说漏了嘴 医左子知道了新的董事名单里 没有信红 退至今也并不乐观 得知这个消息后 心情不悦的医左子约严岳出来吃饭 说要尽快让信红写遗嘱了 得知需要缴纳高额的遗产税之后 医左子拜托严岳 让他的舅父找关系 少交一点遗产税 然后再找到买主 把这栋房子以市价两三倍的价格卖出去 但是严岳先生一直没有正面回答 心情也看起来很沉重 医左子再三追问下 严岳才说 自己的舅父得甘硬化住院了 情况不容乐观 医左子知道 严岳现在的地位和生活 都是托他舅父的福 如果他舅父去世的话 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很快公司就会解聘他 以前围绕在他身边的 阿谀奉承的人也会远离他 而他自己虽然见识广播 却没有什么实在的能力 花钱大手大脚 也没有多少积蓄 日子一定不会好过的 医左子抱着一定要让信红 写下遗嘱的心情回到了病房 信红也看着他 仿佛知道妻子接下来要做什么 很快信红写好了遗嘱 里面表达了自己对妻子浓烈的爱 并且写明了 因为大女儿已经出嫁 二女儿可以靠绘画谋生 并且也会嫁人 但是医左子要独立生活 因此信红决定 把自己名下位于色谷的土地 也就是他们的房子 还有信红所持有的所有股票 现金和收藏的古董名画 全部都交由 一左子继承 只是请求他在自己死后 千万不要再婚 并在签好字写明日期之后 把遗嘱交给左伯律师保管 好了以上呢 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信红突发新耿住院 想开素材料理店的医左子需要遗产 邪恶的计划开始萌芽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医左子为了尽早得到遗产 害死了信红 但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医左子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左伯律师每两天 就会来医左子的旅馆过夜 但是信红快要出院了 二人没法再经常出来优惠 于是医左子决定把家里二楼的杂屋室收拾出来 说服左伯以后来二楼偷行 在信红入睡之后 从后门进来 凌晨离开就可以了 杂屋室刚进门 有一块木板挡着 看不见里面 但过去狭窄的通道之后 就是宽阔的空间 医左子打扫干净 换上了客用的被褥 为此还让庸人杀季 改成别的时间下班 不在信红家里过夜 医左子说 信红晚上睡得很沉 不会听见声音 就算听见了 依他的性格 也不会去抓现行 只会克制自己 默默忍受 再加上他的病 如果大发脾气 一定会受到刺激后病发 所以一定不会进房间 抓他们的 左伯刚开始的时候 犹豫不定 最后还是答应了 并说希望对医左子有所注意 医左子明白 这个注意的意思 但是巧妙地岔开了话题 报纸报道 严岳先生的舅父 著名的政治家 因为肝癌去世了 自然严岳先生 也被公司开除 生活在瞬间 就跌到了谷底 严岳的舅父 头七那天 给医左子打了电话 但是医左子 并没有去参加 严岳用自己的房子 开了一家料理店 因为位置偏僻 生意也不是很好 请医左子过去 也被拒绝了 对于医左子来说 失去了舅父的严岳 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信红出院之后 医左子 以吃营养过剩的食物 心脏会无法负担为由 严格控制了他的饮食 吃得非常的清淡 并且量也很少 导致信红吃不饱饭 一次杀鸡给他做了炸猪排 医左子知道以后 大发雷霆 同时 医左子每周 都会有两三天 与左伯在二楼房间里偷情 直到有一次 他们听见楼下似乎有声音 终于收敛了一些 不久之后 佐伯告诉医左子 有一家位于热海 叫红旅庄的旅馆 因为老板着急用钱 所以低价出售 他们简单的装修一下 开一家有特色的宾馆 会脱颖而出 生意红火 医左子本来是打算 开素材料理店 但是在佐伯的游说下 有一些心动 佐伯劝说医左子 还有他的哥哥 合资开店 医左子出一个亿就可以了 医左子虽然有一些动摇 但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 他计划拿房子抵押贷款 但是信红态度坚决 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于是佐伯找了一家 由他担任律师顾问的银行 佐伯曾帮助那家银行的行长 解决利息 有关女人的纠纷 可以通过走关系 让医左子以遗嘱为保证 先借一亿日元 医左子买下旅馆后 发现设施已经有一些陈旧 决定干脆全部重新装修 为此又向银行贷款了八千万 佐伯因为打赢了 石井宽二的案子 而名声大噪 许多杂志请他撰稿 但是医左子始终担心 宽二会来找他 尽管左伯一再保证 他能使宽二无罪释放 还为他提供 在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他说 自己已经完全取得了宽二的信任 宽二把他当成了恩人 并警告宽二 不要来纠缠一佐子 他就一定不会来 二人继续翻云覆雨 这次一佐子 在床边放了一个录音机 把二人床地间的低语 深吟声全部清晰的 给录了下来 就在当天的晚上 信红凌晨起来去卫生间 回房间的时候 听到二楼有男女的欢愉之声 信红艰难地走上楼梯 打开杂物间的门 一佐子特意在两个隔间之间 堆满了很多杂物 这样通道就更窄了 信红挤过通道非常的吃力 一佐子在楼下听到了 信红移动的声音 算准了他已经走过通道后 开始大声地喊他 问他怎么不在床上 接着一佐子听到 物体在地上移动的摩擦声 那是信红在努力地 尽快通过那条狭窄的通道 一佐子依然在不停地喊着他 信红越来越着急 接着一佐子听到了 人的身体倒在地上的声响 之后信红病发而亡 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一佐子自以为有条不紊 进行着的计划 早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轨迹 遗嘱可以随时更改 只要有亲笔签名和本人书写的 年月日便会生效 并以日期最新的那一份为准 信红在写了那份 由左伯保管的遗嘱后 拜托前来医院探望的宿子 第二天再来一次 说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就是那份新的遗嘱 里面说明所有财产 由信红的两个女儿继承 而一佐子只有三千万存款 和市值两百万的有价证券 一佐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近乎于崩溃 用最恶毒的言语吼叫 咒骂着死去的信红 并苦苦哀求法院和律师 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之后 昆二终于忍受不住左伯的刁难 因为他仗着对昆二的恩 经常对他遗旨气使 一天晚上他潜入了色谷二楼 决定警告二人 却无意中摁下了身旁录音机的播放按钮 录音机里面放出的内容 刺激到了宽二 他拿起刀刺杀了左伯 刺伤了一佐子 更意外的是宿子是颜悦先生 通过两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推荐给信红做宿记的 颜悦的料理店生意不好后 他去了热海一家旅馆当经理 而红吕庄出售的消息 大概也是颜悦通过关系 特意通知到左伯和一佐子 他明知红吕庄前途暗淡 却这样做 想必是为了报复一佐子 在他失去利用价值后 马上将他扔到一边 一佐子风流成性 道德底线模糊 身边围绕众多男人 只有丈夫对他真心 但是他却不懂珍惜 与其他男人之间也只是交易 说来也是个可怜的人 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佐子满心只有金钱利益 甚至不惜害死朝夕相处的丈夫 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也并不意外 无论是失去遗产 还是买下旅馆被骗 看似是他人从中作梗 可是说到底 都是一佐子自己太过无情和冷漠导致的 假如他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丈夫 不夜夜风流 也不会落得如此凄惨的后果 好了 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了解到 泽田一佐子碰巧出现在情人 石井宽二的女友死亡的现场 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 只好帮宽二找辩护律师 并拜托前任情人 严阅方艳搞定这件事情 因此认识了左伯一男 同时 信红开始着手写自传的事情 请来宿记员 公园宿子小姐 偶尔来家里工作 其次我们说到了 信红心肌梗死突然发作 一佐子安排信红住院治疗 面对随时可能离世的丈夫 一佐子成功让信红立下遗嘱 把房子的所有权 全部交由他继承 同时 一佐子和左伯的关系 也从客户和律师的关系 发展为情人关系 而严阅先生因为旧父病重 心情烦闷 最后我们说到了 信红出院后 一佐子慢慢折磨 刺激着信红 并且早就以遗嘱为担保 在银行贷款了一亿多日元 急需遗产的一佐子 在一天晚上成功设计 害死了信红 以为成功得到巨额遗产的一佐子 没有想到信红早就已经修改了遗嘱 并交给宿子保管 宽儿也忍无可忍地实施了 自己的复仇计划 令人意外的是 一佐子的悲惨结局 一部分是因为炎月的报复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索微信公众号 探索微信公众号 感谢观看